各位,你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兩篇文章。 這兩篇文章都是比較學術性的。 第一篇的題目是《Monetary Economics from Econophysics Perspective》 簡單來說就是講藍芷的經濟學,不過從一個叫做Economphysics的角度去看。 什麼叫做Economphysics呢? Economphysics 即是前面那一句Eco,就是Economy。 Physics 即是物理,即是使用物理的技巧,用在經濟上。 這不是我的創意,前面已經有很多人講過類似的東西。 現在我只選擇其中兩篇文章,可以跟大家分享。 文章的地址放在一人家的視頻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上網看看如何找到這兩篇文章。 我當然可以找到這兩篇文章來看,不然也不能跟大家說。 第一篇文章,就是剛剛讀了一個名字。 《Monetary Economics from Econophysics Perspective》。 作者就是一個叫做Victor M. Yacouvenko, 這個應該是一個俄羅斯人。 他本身就是一個物理系的教授,已經拿到 tenure了。 即是說他是一個終身的教授。 所以他也要回顧一下他小時候學物理的東西。 在物理裡面,我們知道有一個門,就叫做 Statistical Mechanics, 統計力學。 統計力學用在什麼方面呢? 通常我們用來用在氣體、流體之類。 基本上那個概念就是說,譬如在氣體之中, 我們有各種M molecules,即是那些分子。 分子與分子之間會不停地碰撞。 碰撞那個就是一個機率,一個可能性。 而在這個碰撞過程之中,我們知道有一件事是不變的, 就是那個 Kinetic Energy 的能量。 即是說,當一個粒子撞另一個粒子時, 它會將它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或者什麼都可以, 將它一部分的動能傳去給另一個粒子。 而這個傳輸過程之中,我們稱為 Conserved, 即是說是不變的。 即是說,在整個系統裡面,所有的動能加起來是不變的。 在這裏我們看到,傳播那樣東西,即是那個動能, 是用所謂加來做表現的。 即是說,我將動能傳給你, 我損失多少,你得多少, 或者我得到多少,你損失多少。 這個是 Conserved,即是說,不會變的。 而那個機率本身, 就是用成的方法來代表。 即是,我撞到這個機會多少, 成,你撞到我的機會多少, 然後大家就等於有多少機率, 即是我們真的會碰撞。 如果我們要將這兩個公式一起, 找一個求我答案的話, 我們會找到答案就是Exponential Function, 即是說是一個,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Exponential Function。 Exponential Function 的特點就是, 如果我們將它畫在線上, 垂直,如果是一個lock scale, 即是0,1,10,100, 一直上的lock scale, 而橫是一個linear scale, 即是這樣呢, 那些出來的結果就是一個直線。 那這個就是lock scale的特點。 好了,如果我們將這個, 在物理上的統計力學, 用在經濟上, 那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這樣。 那,在統計力學裏面, 我們講講分子, 講很多很多粒分子, 在一個容器裏面, 互相碰撞。 如果我們假設在一個國家裏面, 有很多的人, Economic actor, 我們是有經濟活動的人, 這個經濟活動的人, 跟其他人互相碰撞, 這個碰撞, 即是我們有交易, 這個交易裏面用的東西, 就是銀紙, 這個銀紙, 這個銀紙是conserved, 即是說, 我去展法, 用10元展法, 我給了理法師10元, 那個理法師得到10元, 這個我損失的, 和他實際上是一樣的, 即是是conserved的, 而在一般的社會裏面, 基本上全世界都是的, 你是不准印銀紙的, 除了特定的國家機構, 所以我們將這個國家機構拿出來的話, 在國內流通的銀紙, 這件事是conserved, 即是說, 是不變的, 當然, 我們知道在實際經濟上, 還有多一件事, 就是銀行可以做一個, 變銀紙出來的工具, 這個我留下,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 為何銀行可以變錢出來, 但我們總之來說, 嚴格來說, 我們說, 現在在一個經濟體系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經濟人, 像我們那些經濟有活動的人, 這些人與人之間, 互相之間又會交易, 這就等於在統計力學裏面, 分子相助, 在這個過程之中, 有一件事是不變的, 那一件事就是錢,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將這兩個系統, 統計力學, 和經濟體, 可以作為一個比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從統計力學裏面 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那個分子的kinetic energy, 那個能量, 分佈圖, 就是一個exponential function, 換回我們經濟體內, 那個錢的分佈圖, 即是個人的財產, 財產, 這個分佈圖, 亦都應該跟回exponential function, 如果這兩個系統, 即是空氣和經濟體, 是大家同樣符合其中一個很關鍵的要求, 就是他們的碰撞是完全是probabilistic, 即是是隨機的, 第二, 在碰撞過程之中, 所交換的一件事, 在空氣裏面就是kinetic energy, 動能, 在經濟上面就是錢, money, 在交易之中, 你不可以無緣無故, 我給你一元, 你只剩下兩元出來, 那是不行的, 譬如我給你一元, 你中間有人抽了水, 那抽水的人抽到去, 那你得到八毛錢, 但那兩毛錢去到那個抽水的人, 其實這就是三個經濟體捧撞, 是吧? 一樣, 那個錢是不變的, 除非有人印銀紙, 但這個我們拿出去不說, 所以這兩個體系之中, 那個基本的assumption一樣, 如果基本的assumption一樣, 他們得出來的分佈應該一樣, 即是說, 在氣體動力學裡面, 他每一顆分子的動能, 是一個exponential function, 而在經濟體裡面, 那個人有的money, 即是那個錢, 也是一個exponential function, 也換句話說, 是一個自然現象裡面, 人的財富是不平衡的, 即是說, 不會每人都有同樣的錢, 只要通過一個互相交易, 那個交易是free, 即是你沒有限制的交易之下, 人的財富的分佈就是一個exponential function, 有人很少錢, 有人很多錢, 那麼, 將這件事要套用在現實上面, 那麼我們要檢查一下, 所有的science工作人員都做這件事, 我們有一個pheretical model, 這個有一個理論的揚板, 有一個理論在這裡, 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砌過去, 去看那個實際的現象, 但是呢, 一個社會裡面的人的財產呢, 暫時大部分的國家的統計都沒有的, 即是沒有人會統計有多少錢, 那麼我們唯有呢, 就用一些代替的指數來猜測, 那麼代替指數可以有幾個的, 一個呢,就是你的銀行存款, 但是銀行存款呢, 就是沒有算到你袋在袋裡面的現金的, 但是呢, 而大部分銀行也都不願意, 將它的客戶的存款, 是公佈的, 因為這是私隱問題, 所以呢, 一般來說呢, 做經濟的人拿不到這個資料, 第二個可能性的資料來源就是什麼呢? 你生時的資產我們不知道而已, 但是死後你要報遺產稅, 那麼, 於是你死了之後呢, 那個遺產呢, 稅那個方面呢, 政府有統計, 於是一個可能就是來自遺產稅裡面, 但是一樣, 遺產稅就是講死的人, 就是一部分的分子, 一部分的人的資產可以知道, 其他人一樣是不知道的, 這個是另一件事, 那第三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 假設一個人的收入, 和他的財富是有, 是有, 是, 是, 是一樣的, 即是, 和比例的, 有一個線性關係, 那就是說, 你, 賺的錢越多, 你就愈有錢, 你賺的錢越少, 越少錢, 很簡單, 所以, 這個也可以從, 就是, 是, 稅務局, 你不可以交稅, 你要報稅, 你賺多少錢, 可以得到那資料出來, 所以, 有人, 就拿了這個報稅的Income, 作為一個指標, 就去測量, 剛才我說的, 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 這裡就去到我所想講的, 第二篇文章了, 第二篇文章, 就叫做, Exponential Structure of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67 countries, 即是說, 這個就是利用67個國家的資料, 來證明, 我剛才說的Exponential Function, 即是那個收入是對的, 一樣, 這裡就是他那篇文章的出處, 所以大家可以有興趣去跟一跟, 這篇文章比較長, 這篇文章有三十幾頁, 但後面的十幾頁, 全部都是Mathological Proof, 所以, 這裡就不跟大家囉嗦了, 而也不跟大家再說, 它裡面的分析, 而只是將它的結論拿出來, 它做了一些圖, 將那個資料用圖表方法放出來, 所以我也將它的圖表插在這裡, 讓大家看, 這張是第一張圖, 不是第一張圖, 它就是利用英國的資料, 這是跟年的, 下面最低的綠色是1990年到200年, 最高上面就是2013年到2014年, 英國,即是United Kingdom的資料, 這裡就是用年做單位, 也用一個normalization的方法, 把exponential function前面的constant 是normalized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資料基本上差不多是直線了, 除了在圖的左手邊, 左手邊的右邊, 即是圖在最後, 在7附近那裡, 你會看到那些點離開了那條直線, 即是換句話說, 對一般是低下加層, 去到中產階級, 那這個logrammatic function, 即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是對的, 那一樣, 垂直那條線是lock scale, 打橫的就是income scale, 0就是沒有錢, 英國納稅資料, 所以零那裡沒有錢, 但去到最高是buy, 意思就是, 它是佔到income的top7, 那裡是top30%, 這就是英國的資料, 它也看了在英聯邦國家的資料, 現在第二幅圖就是英聯邦國家的資料,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fit的直線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基本上是適合這個直線, 也一樣, 近尾的部分就稍為歪了, 而這個去不到最後, 所以它大概去到一大半的人, 60%的人, 所以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有正確的數字, 如果我們看完去到top80%, top90%, 其實那裡是離開了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那這個就是英聯邦國家, sorry, 是歐盟國家, 所以一會看到, 再上一刻, 那最後一幅圖呢, 這個就更廣闊了, 包括香港在內, 各個地方的收入的比例, 那它也只是fit到去低下階層, 去到40%左右的income, 高西日人士是沒有列在這裏的, 那在左手邊就是ARG, 我不知道在哪裏, 可能是阿姦亭, 那第二個就是AUS, AUS代表澳洲, 那在右手邊這邊, 第一個就是HKG, 那就是香港, 那就是其他各個地方, 那美國就在下面的尾尾那裏, 那大家看到就是那個分佈, 收入的分佈, 基本上亦都是符合一個exponential function, 那這個有什麼application呢?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知道從這些資料上面, 從那個理論模式裏面, 我們知道, 就是一個社會裏面的財富是不均勻的, 有人有錢也沒有錢, 這是一個自然現象, 而這個財富的分佈是配合一個, 跟物理上面, 氣體的exponential function一樣, 但是在經濟上面, 就是在近尾那一段, 不是這樣的功能, 是另一個power law, 為什麼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機會再看看尾那一段, 是怎樣呢? 這個尾不是指窮那一邊, 是說有錢那一邊, 有錢那一邊的人, 他們的財富不配合這個exponential law, 為什麼呢? 我希望我可以在下一個視頻 和大家分享一下分析這件事, OK